我现在刚刚收工回到酒店 现在是晚上 晚上11点35分 今天买了几个好看的发卡 然后想要把它给憋起来 先选两个珍珠的 因为我今天带了珍珠晚安 看这样会不会比较搭配 不知道好不好看 这样好看吗 那种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比较太松了 好像发卡太大是吗 要把它比在这 好大啊这个发卡 算了 我把它拿下来 感觉感觉有点淑女 然后再把这个带再转 好紧的这个发卡 这样 怎么感觉 试着效果嘛 头发因为掐勒太紧 把它放到前面来一点 这样 像不像花质 然后好了 还有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 刚刚那段视频太短了 然后不是还剩两个吗 刚刚原本想要试带在这 然后就觉得这样 真的看起来很丑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 要把这两个给拆一下来 然后这个是小时候的带法 小时候很喜欢这样加 好啊 诶 好像加太高 这样可以吗 这个叫做 什么酸奶 嗯 野果 没有 这里面有 那个 蓝莓 草莓 核桃仁 然后 酸奶 这是这样一个 实景的一个 嗯 吃完这个就可以睡觉了 这是我今天的夜宵 刚说到哪了啊 啊 对 虽然不提倡吃夜宵 但是呢 因为饿着睡觉 也很难受 也会睡不着 看每个人个人习惯吧 但是我是觉得说 吃一点酸奶睡觉 没有关系 因为 它也不是很大的热量 而且加一点点水果 还有这个核桃仁 可以补大脑 哈哈 不知道 死小 不知道在讲什么 好了 然后啊 吃完之后就可以睡觉 说晚安了 晚安 晚安 拜拜 李欣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